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伴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登颖 做登颖的时候 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所以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 修母法 还有延祈祖 你知乎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名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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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里也开始这样发愿 然后实际行为当中 也尽量的让实现这种愿望 有机会 因缘具足的时候 一定要前往远离一切亏劳 嘈杂 悬浪的这样的这种城市 然后到一些非常寂静的 自然的一些大的这种环境 大家都知道 一些辽阔的一些大的森林当中 或者是一些山洞 或者是一些山岩 在那里的话 就是没有人与非人的 各种玄绕的这种声音 同时也没有你和我之间的各种争论 斗争都没有 当然所有的人 现在真的要去往一些非常寂静的地方 恐怕有些人的生活当中 能不能实现 这一点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心里的的确确也这样发愿 如果这样发愿的话 以后因缘也有成熟的这种机会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 有些在家男女的话 那么就马上要设计自己的所有的家庭工作 而前往圣山的话 现在这个因缘不具足的 但是自己一定要 就是每天都是以三知识的教业 不能离开 这一点也是个非常殊胜的教业 那么我们也应该发愿 就是没有我和我所自控制的 这样非常寂静的地方 以自由自在的 独立自主的开始修行 因为没有自由 就是一切修行都是不成功的 因此在佛陀的佛经当中也说了 是一切自由极为快乐 一切被他控制极为痛苦 因此我们获得自由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相学佛法 相修行 可是始终是被别人控制的 别生活控制着 因此永远都是没有自由的 应该在像寂静山的 有些老修行人一样的 那自由自在的修行 在人生当中是应该最快乐的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优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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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要向往寂静地方 在寂静地方的话 享用的财富 就是勇者不尽的 就是非常的快乐 那么我们心里面也是这样讲 就是我什么时候呢 就是居住在那些寂静的地方 就无有无虑的 就是居住在那些地方 而在那里的时候 就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以及这个字句 就是非常的淡薄 很简单的 应该就是维持一些 这个博语啊 善意啊 以及这个西藏 简单的这个生活用品以外的话 其他的就是什么都不需要的 什么都不需要 甚至呢 有些那个土匪强盗呢 就是不需要的那些衣服呢 就是作为自己的这种 就是遮蔽的这种 这个义务 就应该这样 这个想 因为在寂静上的 这种生活的要求 就是不高 而且呢 就是对这个义务的贪执 就没有的 那就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跟 这个就寂静善里面的人的 这种 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准和要求 完全是不相同的 你看我们 虽然在这里呢 不是这个善动当中 但这里呢 毕竟是一个寂静的这种净处啊 就净处的话呢 我看我们很多道友呢 基本上是一年就是穿的 那个就一两件衣服呢 就是只要洗一遍 就基本上都够了 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就是就要多少件多少套啊 就是不用的 就是 而如果是在大城市里面 尤其是在世人面前的话呢 看见就是要多少套衣服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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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呢 到了父王一些石头林 因为石头林看见很多的尸体 看见这样的尸体和整个一些清净之后 就是心里面也是产生一种突立性 深深地体会到轮回的这种本性 尤其是别人的这种骨头和自己的这种身体可以互相观察对比 对比之后呢 最后也知道是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些人们的这种身体当时他们也是如是执着的 而现在就是说是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而且是肯定后 Resul 已经是达了这种原因看不可不可也讲了这种旅观看不可也讲了这个教研就是看见別人的别人的这种人的这个中心里面相对于自己的身体还是如是特有的正确合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了什么 跟我没有什么差别 把众生的身体 与自己的身体相对比 然后与自己的身体 与众生的骨头 也是相对比 我现在就反过来说 我现在每天都是 啊 我的身体啊 我的心脏啊 天天都是执着自己的身体 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很快的时间当中 跟这个石头里里面的这些白骨 也没有任何差别的 就是没有任何差别 一定会是我也是 总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现在这样特意地去执着 有什么意义呢 一点意义都是没有 所以心里呢 就是反反复复地观察 方昂如意宝的无常道格里面呢 也讲了 如果我们能会观的话呢 其实外面的七世界和尤其世界 全部是我们的善知识 我们不会观的话呢 天天一个上师呢 也是滔滔不绝地给你耳边 就是讲了多少遍 对你的心里呢 不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ING PAO CANAD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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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